來 時鐘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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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咪咪 我是咪媽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 時鐘國王 文 早 小山早苗 圖 立本輪子 易 書易貞 在某個地方 有一個時鐘國 時鐘國裡 有一位時鐘國王 國王的臉上有兩根指針 滴答滴答的走著 長針一個小時轉一圈 短針動作慢 半天才轉一圈 長久以來 指針都正確的指出時間 時鐘國裡所有時鐘 都按照國王的時鐘運行 就是他臉上那一個 早上 國王的指針 一直到六點 就會有隻不哭鳥 從黃罐裡飛出來 咕咕 咕咕 六點囉 早上到了 體操時間到 咕咕 哎呦 撞到 時鐘國的人們 會一起起床 聚集在皇宮前的廣場 接著大家一起做早操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國王的指針一直到七點 咕咕咕 咕咕 七點囉 早餐時間到囉 波姑鳥大叫著 大家一起享用早餐 國王的指針一直到八點 咕咕 咕咕 八點囉 工作時間到囉 大家一起開始工作 十點是散步時間 十二點是午餐時間 一點是午睡時間 兩點是運動時間 三點是點心時間 四點是遊戲時間 五點是閱讀時間 六點是晚餐時間 八點是洗澡時間 九點是睡覺時間 在時鐘國裡 最重要就是時間 如果有人不遵守時間 就會被關進監牢裡 但是 十鐘國王 其實是個非常悠哉的人 就算不哭鳥大喊 咕咕咕 咕咕 六點囉 體操 體操時間到囉 還想多睡一會 呼嚕呼嚕 就算不哭鳥大喊 咕咕咕咕 五點囉 閱讀時間到囉 還想再玩一下 有一天 國王想著 嗯 怎樣才能不管時間 進行做自己喜歡的事呢 黃冠鳥裡的不哭鳥 飛了出來說 咕咕咕咕 只要把時鐘弄不見就好啦 喔 原來如此 這是個好主意呢 那天晚上 國王偷偷把短針拔了下來 藏在侍衛們找不到的地方 這樣一來 就沒有人知道幾點了 喔呼呼 好期待明天啊 國王說王 就鑽進棉被裡 隔天 太陽已經升起 天空變得明亮 使中國卻還一片安靜 還沒到早上嗎 還沒到六點嗎 因為沒有聽到布姑娘的叫聲 所以大家都不能起床 只剩下長針 沒有辦法知道時間 時鐘國裡所有的時鐘 都停止了 黃宮裡亂成一團 國王的短針被偷了 快走出犯人 師兵們在時鐘國裡到處尋找 被偷了嗎 沒有 國王懶懶的賴床 慢慢的散步 好好的玩耍 拖拖拉拉的吃點心 盡情做自己想做的事 喔齁齁 沒有時鐘真是太棒了 他自己就是一個時鐘啊 對吧 接著 國王肚子餓了 差不多該吃飯了吧 國王走進餐廳 廚師卻一邊哭一邊說 國王 真的很抱歉 因為不知道吃午餐的時間到了沒 所以沒辦法煮午餐 國王從一大早到現在 除了點心以外 什麼都沒吃 肚子已經餓得咕嚕咕嚕叫 師位和士兵的肚子也餓得咕嚕咕嚕叫 什麼 沒有時鐘就不能吃飯 這可是天 大的事啊 國王趁師位不注意的時候 偷偷把藏起來的短針放回走廊 找到短針啦 師位們大喊著 國王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哦哦 找到了嗎 那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國王把短針裝回臉上 將時間調到十二點 咕咕咕咕 十二點咯 午餐時間到咯 布姑鳥大叫著 廚師雞忙開始煮午餐 時鐘國的人們也都鬆了一口氣 開始準備吃飯 時鐘國就這樣恢復成原本的樣子 從此以後 國王再也沒有把時鐘的指針拔掉了 不過有件事和之前不一樣 國王頒布了一道新命令 沒有遵守時間的人不用被關咯 故事說完了 拜不 拜拜 咪咪與米媽的故事講完咯 拜 時鐘 時鐘國王 拜拜 再見咯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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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頑皆 照片